故事发生在2003年的墨西哥 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 眼睛男神色慌张地跑去教堂 找到初级神父小帅说 他们不能再等了 小姐快不行了 小帅到达庄园后发现 床上的女孩面目猙獰 早已被魔鬼折磨得没了能力 而且身体各项指标也都在直线下降 如果再也驱磨 肯定会出人命 神父急忙打电话提出驱磨申请 对方正是教会指定的驱磨人选 他叫迈克尔 两天后到达 还劝小帅不要太固执 因为没有通过专业训练 一旦失败就会一命呜呼 只要魔鬼发现 你身上有一丝杂念 他就会到达你灵魂深处将你完全吞噬 小帅看着眼前痛苦不堪的女孩 直接挂断了电话 然后走进女孩房间 开启摄像机记录驱磨过程 没想到刚一面证 女孩的床就突然弹起 小帅被吓了一跳 这时女孩正断了手上束缚 开始诱惑小帅 小帅低下头不停地念着咒语 信不信我把你收了 将圣水洒到女孩的脸上 女孩不但没反应 反而变得更加享受 小帅更大声地念着口中的咒语 傻逼 大傻逼 女孩渐渐地安静下来 脸上也恢复了正常的容貌 他以为驱没成功 便上前查看 没想到刚靠近女孩身体 他就亲了上去 小帅无法抵挡诱惑 直接爬上床 可下一秒随着一声惨叫 小帅的脸上竟然显现 黑乎恶魔的白骨人 整个过程也被摄像机记录了下来 镜头一转 来到18年后 小帅已是人魔狗样的资深神父 似乎之前那场渠魔 根本没有对他造成影响 小帅和这里的村民关系都很好 在人们心中 他就像神一样 也都特别尊敬他 没想到这里却突然感染了一种怪病 整个修道院里条件非常长 没有充足食物 也没有足够药品 很难控制这样的病毒 因此他们已经失去了四个孩子 小帅认为这件事 可能是上帝在惩罚自己 虽然他不断向上帝忏悔 却一直没有得到原谅 因为他没有和上帝说出实话 而18年前和女孩发生的事 也成了他人生道路上最大的污点 所以他一直说不出口 这些年他把教堂过儿院 当成自己的家 对这些孩子更是视如己出 看着眼前这些痛苦的孩子 小帅决定拿着大盘录像带 前往教堂总部坦白一切 可见到巴尔杜奇主教后 主教并没有责怪的 而是称赞他这些年 对小镇做出的贡献 最后还给了他一大笔资金 这时小帅又偷偷收回了录像带 事后他用这些钱 购买了大量医疗物资 从而再次得到了人们的称赞 尽管如此 小帅还是无法原谅自己 那件事就像独自一样扎根心底 只要一到晚上他就会向上帝 自我忏悔 这时教堂里突然传来一阵怒吼 小帅拿起蜡烛过去查看 却发现耶稣雕像不翼而飞 他顺着脚下血迹找过去 只见一个满身嗜血的男人 正蹲在墙角哭泣 这时男人突然扑了过来 小帅被吓倒在地 原来是一场恶魔 刚被恶梦惊喜 就接到监狱的电话 典位长告诉他 有一名犯人被恶魔俯身 请他过来驱魔 犯人已经两个星期没吃东西了 前几天欲经送饭时 还被咬掉两根手指 当小帅见到这名犯人时 发现他体内的恶魔 正是18年前那个老朋友 恶魔再次挑逗了小帅 并告诉他圣诞节将会带来奇迹 离开监狱后 小帅变得有些沉默 他告诉典位长 自从18年前的那次遗事后 他就发誓不再驱魔 这是女孩的母亲走了过来 请求他帮帮自己 也帮帮自己的女儿 小帅一看当场傻了眼 这个女人正是18年前 他侵犯的那位 他告诉小帅 岂是恶魔从未离开过 如果你真想赎罪的话 就把恶魔赶出他的身体 这天晚上 小帅再次被恶魔惊醒 可他的身体突然变得僵硬 无法动弹 房门缓缓打开 一个披着床弹的恶魔来到床前 小帅不停地念着驱魔症 不多时恶魔消失 他才恢复了正常 原来又是一场恶魔 第二天医院里又失去了一个孩子 医生告诉小帅 他们检测后发现 这些孩子的器官查不到任何异常 应该和病毒没什么关系 这是死去男孩的母亲 再也不相信上帝的存在 回到家后 小帅看着女儿清秀的照片 决定为了女儿和那些孩子 再做一次驱魔 小帅找到教主 让他向梵蒂冈总部申请授权 同时还请来了迈克神父 在他心里面 迈克是最伟大的驱魔恩 因为他曾经打败过恶魔巴尔班 迈克表示 我们都是打败巴尔班的人 这时小帅也说出了真相 其实那年他并没有打败巴尔班 他离开女孩后 进入了自己的身体 迈克表示 巴尔班不会不带走 你的灵魂就离开 唯一的解释就是 因为你心中的信仰 有着上帝赐予的力量 或者他有更远的计划 但我相信是前者 这天晚上小帅烧毁了那盘录像带 因为他知道只有心无杂念 才能战胜恶魔 而这盘录像带里 记录的就是他的弱点 是他一辈子无法原谅的罪过 随着磁带的融化 真相也展现在观众面前 原来那天不是女孩 主动和他亲热 而是他被恶魔附身后 强暴了女孩 表面上他好像已经驱魔成功 可这些年 他几乎每晚都会被恶梦惊醒 梦到耶稣被恶魔附身 总想将他带走 迈克表示 那是巴尔班像占有你的灵魂 巴尔班是个出身高贵的恶魔 在他的指挥下有成群的追随者 两千年前他还试图附身上帝 不过被打败了 这些年他一直纠缠你 说明你已经成了他计划的一部分 这是教堂里传来一声惨叫声 一名修女在祈祷时 恐怖的事情再次发生 恶魔附身到修女身上 准备对孩子们下手 还好小帅和迈克及时赶到 你信不信我把你收了 才成功驱走了恶魔 拯救了修女和孩子 第二天 小帅他们开始做驱魔前的准备 因为巴尔班法力过于强大 他能轻易地控制普通人的意识 防止这些犯人被恶魔利用 他希望典狱长将所有犯人转移 这样更有利于他们驱魔 可典狱长却说 这里的犯人都是最高安全级别 如果发生什么意外 无法向上级交代 这是医生表示 我可以让他们睡一会儿 接下来他们开始布置法场 医生带着一些人 给犯人注射了镇定剂 小帅和迈克准备驱魔的东西 这是迈克提醒小帅 巴尔班是一个非常狡猾的恶魔 不要相信他所说的话 更不要和他做交易 如果做了 他永远都会赢 想要让自己变得强大 最好的办法就是 不要相信上帝与你同在 而是坚信自己就是上帝 在驱魔之前 小帅找到阿湘 完成了深情告白 同时也获得了阿湘的原谅 到了晚上两名神父走进监狱 开始和巴尔班的最后 习惯的是 当两人走进关押女儿的房间 却发现里面出了满墙蚊子 空无一人 这时医生发现其他的犯人 也发生了意外 经过一番搜寻后 在不远处看见了一个女孩 从眼神可以看出 他已经成了恶魔的傀儡 医生慢慢走上前 准备帮他做个核酸 可下一秒却被他的铜板偷袭 小帅从房间出来后 看到了受伤的医生 医生让他们赶紧跑 可为时已晚 恶魔的傀儡早已将他们前后拦截 迈克利用十字架击倒了三位恶魔 这时巴尔班出现 直接融化了迈克的十字架 迈克颤抖着双手 又掏出一个更大的法宝 小帅这边面对眼前的恶魔 也不停地念着咒语 却效果甚微 最后一生舍命 为他们争取了逃跑的时间 躲进一个房间后 迈克质问小帅 为何咒语不管用 你到底还隐瞒着什么 这是小帅向他坦白了当年的秘密 迈克一听这下完了 我们无法打败巴尔班了 其实我隐瞒了秘密 上次和巴尔班交战时 并没有打败他 为了孩子我用灵魂和他做了交易 现在迈克也意识到 巴尔班十八年前离开小帅 不是因为信仰之力 而是他另有目的 迈克最终放弃了生命 让小帅逃跑 最后再次警告小帅 千万不要和他做交易 这时小帅也意识到 如果不向上帝坦白 就无法恢复法力 想要战胜巴尔班 必须向上帝完成忏悔 于是他用手机录制了一段视频 坦白了那天 对阿湘所做的一切 然后发给了主教巴尔杜奇 恢复神力的小帅走出房间后 三个恶魔直接冲了过来 小帅举起十字架念起了咒 彻底将他们冲 这是耶稣扛着十字架 也被小帅轻松拿了 可是这些年轻人不讲武术 直接从背后偷袭了小帅 再次醒来后 小帅已经被这些恶魔绑了起来 他们正在对小帅 进行一个驱逐上帝的仪式 小美将炙热的十字架 按在了小帅的额头 想将上帝赶出他的身体 此时小帅已经恢复了心中信仰 也拥有了上帝赐予的力量 经过几轮撕心裂肺的对战后 那些恶魔的傀儡全部被击退 只剩下巴尔班一人 此时巴尔班的分身控制着一个雕像 正在袭击医院里的孩子 修女为了保护孩子 也拥有强大的信仰之力 举起十字架将雕像连连击退 这时巴尔班的真身也开始冒烟 小帅见状准备将他彻底驱除 这时巴尔班再次玩起了心理战术 他让小美和孤儿院的孩子们 威胁他放弃信仰 让上帝离开自己的身体 否则他就和这些孩子同归于尽 最后小帅为了这些孩子 为了自己的女儿 和恶魔巴尔班达成了交易 医院里的孩子瞬间恢复了正常 小帅也抱着自己的女儿走出了监狱 而他也因此事成了全国焦点 收获了大量粉丝 巴尔杜奇主教也前来祝贺 说他已经删掉了那段视频 还在梵蒂冈帮他安排了一份 特别顾问的工作 这时女儿跑过来问候 小帅却感到有些不适 还出现一些红色印记 女儿离开后 小帅恶魔之眼看着主教 他也正式恭喜巴尔班荣耀回归 原来巴尔杜奇主教早就成了巴尔班的跟随者 就像迈克之前猜测的一样 魔鬼就在梵蒂冈总部 和巴尔班交易过的神父还有很多 这时小帅也注意到了小美的变化 原来就在昨晚上帝离开小帅的身体后 直接选择了小美 小帅表示 他们会继续照顾上帝的新选物 看来后面还有一场持久战 镜头一转小帅来到梵蒂冈总部就职 正式成为了最高级教廷的一员 这是心中的巴尔班说的 No, the evil ones will not inherit the kingdom of God They will inherit the earth searches 商� 됐 请不吝点赞 力のは窃窑 Aven -, 拉 married